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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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大师大观 今天是4月27号 礼拜三 今天台股是跌了 跌了341点 稍微可以喘一口气的是 还好没有收最低 最低跌了400多点 回到我昨天跟你讲的 就是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盘 是刚刚开始而已 你不要掉以轻心 你现在礼拜一跌400多点 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盘破了前提 这个不妙 你如果要做多的话 要买股票的话 你来先看一下 可是你愿意听吗 有啊 昨天有反弹啊 昨天反弹完 今天跌更惨 昨天那个K线 这样 这三天这样的K线 配合昨天的K线 这叫中继再跌 老师因为昨天美股跌了800多点 哎哟老师那个纳斯大科 跟费城半导里破底 然后那个特斯拉 不知道怎么搞的又中错 然后呢那个什么 听说啦 今天开始 俄罗斯就断了那个给乌克 给那个什么波兰 不给波兰天然气 那到底会怎么样 我说应该也还好 为什么 他不给波兰天然气 现在是快五月了 所以那还好 你不要年底十月的时候 还不给他说 这我跟你讲 你波兰很硬对不对 硬硬看啊 你当你的老百姓都没有 没有办法取暖的时候 我们来看到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有些东西 你要给人家硬 要去给人家制裁 你要看你自己有没有那个实力 其实在我看来 那就是笑话嘛 观众朋友你看也是啊 你就觉得那个是一个笑话嘛 对不对 你欧美各国包含台湾 去制裁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 人家根本甩都不甩你 不给我用美元是不是 那我就不要用 不给我用欧元 那我不要用啊 我用卢布 反而全世界现在都在抢卢布 俄罗斯卢布 大家在抢 对不对 因为他有东西啊 他有物 地大物博啊 不知道你听得懂 听不懂 人家是有家底的 所以哦 讲到这台股 我也必须跟你讲 有些投资朋友 我也跟你讲啊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态度 来问我股票 我知道你家底很厚啊 你懂吗 有些人说 老师你给我解决 我哦 优达两百点 群创两百点 那些一百点一百点来算 台积电我比较少 台积电十点啦 随便列一列都几千万的股票 这是家底很厚啊 可是他现在问题就是 我说你 你也写出你的成本了 那 我还是要告诉你 你 我知道你家底很厚 你要不要处理一些 你要不要处理一些 当然他一定会客套上回来说 我先听听看你的意见 我再考虑要不要处理 我说你如果没有要新要处理的话 基本上就不要浪费大家彼此的时间 等你真正认同的时候 你再来找我 随便让今天一跌三百多点 我随便看一下那个客户 早上我跟他讲 讲半天 他账上这样一天 就输了两百多万 他还在care说 那个会费多少钱 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 到底是怎样 你是到底会算数还是不会算数 你随便卖一档股票的手续费 手续费给营业员的手续费 给国库的千分之三的证所税 那个扣下来你就可以参加会员了 所以我跟你讲 有些人他是看不开 什么叫看不开 他说其实我也知道这个趋势好像不太对 我知道好像现在好像不太妙 重点是什么 你像我们昨天逢低还下去加码升华科 结果呢 昨天我们也开放 让你说有些人退出了 七十几个名额 你赶快来报名赶快来加入 这刚进来的就很没规矩 这在里面什么破口大骂怎么样怎么样 他有的是骂政府 有的是骂老师 是怎么样 你如果真的那么不爽 你赶快退出 因为好多人没办法加入 好多人没办法加入 因为有一些烂人 站着毛坑不拉屎 因为他不主动按退出群组 那群组就一直有他 在那边大放厥词 昨天叫我们买升华科 你看那个升华科 开盘就开低 叫我们去死 死啊 对 叫你们去死 死什么啊 涨5%呢 你有死吗 没有 你要不要看清楚 每次都把好人当作坏人来骂 你搞不清楚状况 当然我有可能骂错这些塔律班的官员 也有可能 因为他们里面也有一两个是好的 但是大多数是什么 对不对 就像你会批评嘛 对不对 入罪于我们这些做投顾老师的 说什么 你们投顾老师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投顾老师这么多个 洋洋洒洒 我看没有几十个有上百个 对不对 加网路的 加一些广播电台的 台面上台面下的 加一加起码有上百个 总会有一两个好的吧 对吧 那我觉得我是其中一个一两个好的 那你认不认同那在于你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标准 礼拜一跟你讲趴下 然后你说什么 怎么样 你也不解盘 然后在那边讲什么红色警戒 怎么样 我又没打过电动 我怎么知道红色警戒是什么 你怎么样 好 昨天我就跟你讲 今天昨天谈起来 我说谈不动 为什么 现在还在调整 个股还要做调整 去因应五月份的升息 昨天拉金融 今天有涨金融吗 昨天并并给我的风电 今天很多都翻黑 这股票好不好做 现在股票不好做 我跟你讲 还会再跌啊 昨天我就讲很清楚 还会再跌啊 今天礼拜三 一路躺平 趴着 他很开心很好笑哦 财政部长出来讲话 有用吗 有用吗 没你也太担心了 没有吗 没有嘛 有用吗 重点是什么 对不对 老师我跟你讲 去年十月 那个叫做16162的低点 我跟你说 有怎么样 我跟你讲 投资人都这样啊 来来来来 这边还没跌破的时候 就说什么16764哦 可能不会跌破 结果老师也看错嘛 后来礼拜一就跌破了 好 那现在又说什么啊 这个16162的低点 那个好 这个好 等跌破再说 很多人都在等跌破再说 好 那他这次如果不按牌理出牌 又给你死猫 死猫跳上去 那你要特别注意哦 指数我是不敢给你看很好啊 还是红色警戒啦 但是我跟你讲 真的是利空很多啊 我们解盘了 我就觉得很没利啊 对不对 就像你今天看到那个 我刚进摄影棚的时候 看到那个确诊八千多人 八千八百二十二嘛 八八二二嘛 对不对 那之前我们就是玩四星 对不对 四星才可能明天就要玩五星才哦 因为可能破万嘛 我不知道你听得懂 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就像之前我们没事就玩三星才 玩得太无聊了 好了改四星才好了 四星才才开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现在要开五星才了 那你说老师那会不会六星才啊 七星才一直往上开 我说应该也不会 因为全台湾啊 就是你自己快筛 万一明年买得到快筛剂之后 你自己快筛 对不对 阳性了 你再去PCR嘛 对不对 那你去医院去排队PCR的过程中呢 不好意思 全台湾 全部的医院 全部的检验量人 一天最多二十万 最多哦 最多哦 最多二十万 所以他的案例啊 全台湾最多的案例 假设去验了百分之百 最多二十万 你不要想太多 不會像那什么韩国 什么 动不动什么六十万七十万 不会不会不会 我们一天最多 全部百分之百中的话 就是二十万 这叫超前部署啊 你要知道哦 什么叫超前部署哦 就是要口罩的时候 没有口罩 要疫苗的时候 没有疫苗 要快筛的时候 没有快筛 然后现在呢 要隔离通知单的时候 也没有隔离通知单 现在叫你上网自己填啊 我们想要匡列谁 就匡列谁 叫人家陪你一起坐牢啊 所以我会跟你讲哦 这个政府哦 等着看 你等着看哦 接下来会很乱 你看柯B昨天还 找一个菜刀出来了 那个快速的那个什么 莫名其妙的刀出来说 台北市要软封城 我就吓一跳啊 什么叫软封城 我赶快去Google一下 这是什么 没有 要嘛就是硬封城嘛 像大陆这样子 拿那个巨马啊 拿那个铁架啊 把那个路封起来啊 拿那个石墩啊 全部封起来 然后派一群人在外面 穿那个防护衣 然后出来一个打一个这样 那叫硬封城啊 那什么叫软封城 就是也是这样封起来 然后拿那个 小孩子要玩的那个软软的那个 来打 是不是 他打的不会痛 那个软封城 否则这要怎么定义 我都搞不清楚 也许观众朋友 你比较聪明啊 你可能你知道啊 昇华科 日老师 你讲一讲 你刚刚都在骂科匹啊 我说对啊 你抛出这个 讲的不对 我们就批评嘛 这很合理啊 我们讲的不好 你也可以批评啊 很多人也在后面批评我啊 对 那 那请问一下今天 哎 人是 起起来 落回 打回起掌点 刚好是大户的成本 你不买 你早上不买 然后在那边唧唧叫 然后尾盘说什么 嗯啊这个盘啊怎么样 好 那为了 明天如果 又这样了 那怎么办 你像哦 你像哦 你像保林附警 这两天 泰博啦 保林附警也是 泰博开地啊 不甩我 快涨停 保林附警 直接涨停 你就不要甩人家 没有关系 你 我跟你讲啊 有些人就是一副那个态度 就是 那怎样 没有很厉害啊 人家当然没有很厉害啊 你懂为什么 人家就算厉害 你也没有参与啊 那厉害个厉害个鸟啊 是不是 所以我说哦 很多东西是 你要亲自去参与 对不对 你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就像我们捅 捅快筛 捅那个鼻孔 捅习惯了嘛 现在就捅习惯啊 现在就捅习惯啊 明天呢 明天大家赶快去排队嘛 因为 有的买了嘛 有的买哦 你要动作快一点哦 搞不好 搞不好排队又是群聚了 又中了 没中了变中了 对对对 反正就是大家 还是有那个风险啊 那 我是看好 是从头到尾 从有疫情 这两年来 我都是跟你讲 我看好对抗病毒的 只有有效药物 这疫苗都是过渡性的 这都过渡性的 当然我也有去打疫苗 感谢郭董 感谢台积电 感谢慈忌 但我不是感谢陈时中的 那不是他买的 他不是他买的 那我希望的是 你听我一句劝 该处理的处理掉 你之后会感谢我 你之后会感恩我 为什么 你不要再去听信那些人 告诉你什么 买什么台积电 买联电 什么存股 好不好 我们先进广告 再回来现场去 自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02-8511-3366 02-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头顾全心照顾 02-8511-3366 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 座位画设人行道 记得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趕时间 没车 冲啊 附近100公尺范围内 有行人穿越道 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设施 不得随意穿越道路 如果在无行人穿越设施之交叉路口 应在人行道延伸范围 停止限制路员范围 或路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 三公尺以内范围穿越道路哦 遵守行人路权 路口大家安全 内这部警阵署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到现场投入观众朋友 这个盘跌下来之后 会反弹啊 真的会反弹 因为这样这三天就跌700多点 那700多点当然是余据有存啊 那我还是要很冷静的跟你讲 就是说 现在国内有国内不安的因素 国外呢 那个仗还在打 到底会不会像俄罗斯外长这样子讲 就是什么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核子战争 这个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们就是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 一步一步来 我还是要回到我之前跟你讲的 过去的两三年也许你觉得股票很好做 随便买随便赚 随便买ETF随便赚 但是我必须得冷静的告诉你 那个好光景已经过去了 打顺手球大家都很会打 但是当逆境来的时候 你也没有办法正面迎战 我讲的是正面迎战 就是你不要管别人嘛 你先看一下你的股票到底怎么样嘛 你像这两天我看到 我跟你讲 还是全部在问高价股啊 还是在问友达怎么办啊 友达今天又破底了嘛 那是我害的吗 也不是啊 对不对 那你说什么 老师那你推荐的股票没有比较厉害 但我跟你讲喔 相对来讲好多了 我开了两个群组嘛 一个是昇华科 一个是长龙海运的嘛 请问一下今天长龙海运有跌吗 没有跌喔 没有跌那你在那边批评什么 可是有些人真的很奇怪 你如果不喜欢你可以退出那个群组 很多人排队想着要进来 不要站着毛坑不拉屎 然后在里面讲话请放尊重一点 我是不会亲自看的小编会看 那有时候看一看的小编会说 我想把这个群组关掉 他这两天都是跟我讲这句话 我想把群组关掉 烦死了 水准很差啊 我跟你讲里面不是所有人 就里面一两个 因为里面几百个人嘛 就一两个人水准很差啊 当然他可能是同行的跳进来 就假掰你知道吗 就进来 假的那是客户 其实他也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跟你讲 像这种持股诊断 可以你就写清楚 请助理转交给我 不可以你就自己看着办 连电不好意思今天43块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啊 68下来 这两天跟你讲 68除以二多少 不知道啊 老师啊台积电呢 对 那还不是一样 那台积电688是不是 688 今天526 快要跌破520喔 520快到了 对 老师啊连巴克 1200对不对 今天797块 你看外资卖得多凶啊 没有变过 这家公司喔 今年要配73块 剩下七 早上剩下700多块 其他电子股还不发抖喔 所以我说发抖是有原因的 我会跟你讲 老师啊你这样讲喔 我这样怎么敢参加会员怎么样 那跟参加会员没有关系啊 你自己做 你看你做成什么样子啊 你自己说一大堆理由 那有些东西就是很好笑的啊 老师啊怎么样啊 老师啊 老师啊 旺红喔怎么样 我跟你讲啦 搞不好跟外资在唱双簧 我告诉你啦 每一波的上涨喔 外资都有跟到啦 懂不懂 当外资不买的时候 他是掉下来了 甚至现在在卖 我跟你讲 散户没什么参与的 融资水位很低 这波下跌下来 你仔细去看 旺红的融资都很低啊 所以喔 旺红的涨跌都是外资追高杀低行程的 所以你不要看那个董事长在讲 听听就好了 听听就好了 前两天台积电前任总市长 张忠谋讲什么 你去听一下他讲什么 在美国设厂根本就是白做工 有沒有 他好像这样讲對不對 可是你要不要听 不要听啊 你会跟我说 老师我跟你讲护国神山耶 你没感觉是土石流了吗 这神山嘛 在土石流啊嘛 你说那些都嚎啸的话嘛 就是好好笑的话 对不对 嚎啸的话 对不对 我跟你讲不要碰喔 很多人还是继续骂 继续骂 节目继续看 对不对 就是继续骂嘛 老师骂得好啊 赞啊赞啊赞啊 我跟你讲 这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财富重分配 但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财富重分配啊 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啊 我希望你去分配人家 不是你被人家分配啊 我希望你听得懂 我是希望你去分配别人的财产 不是你的财产拿出来给人家分配 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就像早上有一个客户 他说我都买ETF 我觉得那个什么 哪个电视台 常常会请那个什么特别来宾啊 都跟我讲什么ETF 怎么操作啊 什么做Excel表啊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叫0050 0050的ETF 从152跌到今天126 我问你有没有跌 有啦喔 他高涨拉回两成了 快两成了吧 那超过两成耶 你知道他起涨点在哪吗 来我告诉你 他起涨点在67块 你买了67块恭喜你 涨到150的时候你是赚两倍多 但是投资朋友 如果你买在天上 攤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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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接低接 你还要接到什么时候 对 万一跌破一万点的时候 政府基金才要护盘 你觉得你的ETF剩下多少 T咧 ETF T 你很容易被你老婆踢死 我跟你讲 ETF 很容易被踢 站得变过 跟你讲笑话啦 你听听就好了 不要什么什么 之后赔得很惨 说什么什么 老师我跟你说啊 早知道我就听你的 跟你讲啦 不会听的 你不会听的 你当作随便乱讲 对不对 很多人都说啊 你随便乱讲了 等到我要出的时候 你要记得走 我在发讯息里面 你还记得走 你不要又没走 然后又说什么什么什么 谁害你 什么什么 你又那一天又不去上厕所 又没看到 你要怎么搞 你要怎么搞 就怎么搞 什么借口都有 黏起来 今天是不是又上来 没有很弱 我跟你讲 大户还在里面 还没走啦 还没走啦 你会怕什么 跌300多点 他也没什么跌了 对不对 清洁剂你要不要用 现在确诊案例那么多 长龙 有跌吗 好朋友们 你们做作证好不好 这为什么会相对强 因为观众朋友你都看错了 接下来危机才正准备要开始 这刚开始而已 所以我希望你自己保守一点 该处理你的股票 不会处理来找我们来帮你 好不好 祝你大众朋友们明天见 谢谢 本公司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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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